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们还是没有搞清楚 什么没有搞清楚 你们根本就没有念佛 你们念着口皮上念吗 阿弥陀佛心里就没有啊 心里面还是是非人物贪嗔之慢 这个不行 这个与佛不能感应 要什么 心上有佛 所以主要知道 这个念呢 念是从心的 不是口皮 中国这个文字 实在讲 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 都不能够相比 文字是符号 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个文字 这些符号用意非常之深 充满了智慧 你看看那个念 上面是经 底下是心 你现在的心 现在心上真有佛 那叫念佛 不在口上 口叫什么 口叫称啊 称阳啊 口是称啊 念在心啊 不在口啊 你的心上要真有佛 那叫念佛 那就能消业障 口里面 有佛 心里头没有佛 业障消不了啊 所以诸位要想 消灾灭难 这个消业障 欣赏真有佛 所以念佛 有很多种念法 观无量寸 观无量寸已经告诉我们 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持明念佛 那个后头都有念啊 观想念佛 是心里都常常想 想阿弥陀佛 想他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想他从初发心 这无量寸经上的 拜老师 求学 修行 正果 弘法 立生 去想这些 不要想这些 想西方世界 一阵断言 十六观节才有啊 你心上真有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除了西方境界之外 心里都没有别的念头 这叫一心念佛 纵然我想 一照这个经上念得很熟了 我想 可是还想是非人物 还想贪嗔痴吗 你这个念佛叫 杂心念佛 多心念佛 乱心念佛 这个没有感应 这个不能笑须念佛 所以要 业心念佛 这用观想的方法 观想念佛呢 在一般讲呢 是要很有福报的 你家里面有佛堂 你家里面有佛堂 供养很庄严的佛像 自己很清闲 不要做事情 有人供养你 你每天修什么行呢 看佛像 观想念佛 把佛的像好 深深地印在自己心中 这叫观想念佛 但是你离开佛堂 离开佛像 你修行的功夫就断掉了 所以你一定有很庄严的佛堂 而且最好这个佛堂 四面都有佛像 为什么 无论转到哪一边 都看到佛像 这是观想念佛 那么第三个是持名 最方便的 持名名号不能间断 名号提醒自己 心上真有 所以古代的教给我们持名的方法 我们这一句佛号 从心里面伸出来 心上有 口里面念出来 再从耳朵里听进去 又回到心里去 这个的确是念佛 而不是这句佛号 只在口头上 心里头没有 耳朵也没有 这样的佛号 这样的佛号 没用处 那就是古人 疯刺的话 你含破喉咙也枉然 你含破喉咙也枉然 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都没有用处 含破喉咙也枉然 心里头一定要有佛号 这个重要吧 那么我劝民 这一种佛号 我会想到我 可能是一种佛号 也要不得了 而且这一种佛号 这一种佛号 这一种佛号